是你 是我 真的不怪我要柯瑜舒心和丁雨昕呀 一对比好明显 丁雨昕和邓恩西俱轩营业的时候 就是那种哥哥对妹妹的感觉 整场下来都是比较绅士的照顾妹妹 认真玩游戏 眼睛里都是敬业 整个就是好稳重 好可靠的感觉 但是和星星在一起俱轩的时候 就是一整个忠诚吃汉啊 不爱你 不爱你 众所周知丁雨昕对谁都很好 看起来和谁营业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次营业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在节目里丁雨昕对恩西说我爱你 一点也感觉不到她是在表白 反而是有一种在配合完成任务的感觉 因为这是在她的掌控范围内 注意她说话时的一探头 就像是无可奈何 既然你们想看 那我配合 再看这个表情更明显了 可以了吧 完成任务了 而相比于和星星在节目里 回答哄星星需要多久 她给出的一声解释的时候 前几秒是能明显看出来紧张的 她应该怕解释不好吧 所以紧张的那几秒不受控的表现 是最真实的反应 不掺杂营业成分 关于俩人眼神对视 妹妹特别甜的眼神看了过去 换来的却是丁雨昕 瞟向了妹妹的侧面 人家还专门扭过头去看的爱 丁雨昕 你往哪瞅呢 我不信你没看到 可星星就是各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对视 即使相隔数米也要丁丁 星星不经意的一个对视 丁雨昕稳稳接住 还笑得一脸荡漾 还有她分情况出现的绅士手 和邓恩西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看妹妹能稳住 就没有服 这个手又是绅士大哥哥 全程抓妹妹的胳膊和手腕 和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绅士丁就下线了 那是一定要牵手的 星星走过来都站稳了 也不松开 咱就是说 这手放在肚子上对吗 一般同性的朋友 也是会比较介意这样子的吧 那是不是星星就没有把丁雨昕当作是普通的同事呢 给妹妹戴围巾的时候 就是用尽身硬的给拽过来 还被当时旁观的人说不会浪漫 丁雨昕真的不会温柔吗 看看她给星星戴帽子的时候 这温柔体贴的 她不是不会 是分人啊 nice